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Dodg.com chemistry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My World Tour Polarity Effect和Molecular Size Effect 如何影響到MoleculeBorning Point高低概念 有同學說在測驗考試時 老師出了一條這樣的題目 叫他解釋這四個MoleculeBorning Point高低之間的比較 當中原因是誰高、誰低 全部都要列出來 如果我們將它以分法看的時候 其實概念是很清晰的 你會見到左邊Corene Containing Molecule的Borning Point 是會比起Florine Containing Molecule的Borning Point高非常之多 而概念是很簡單的 因為Corene的Electronic Arrangement是287 Florine是27 大了足足一個圈 所以左邊這兩個Molecule的Molecular Size 比起Florine那邊就大非常之多 從而令Vander-1-Force勢力非常之多 而Borning Point也會高出非常之多 我們再細分 如果你比較的是這兩者 CHCL3和CCL4的時候 CCL4都會因為Size effect的原因 從而令到Borning Point稍為高了十多度的情況 也是清晰的 但是當我們的概念放進Florine Containing Molecule的兩個例子上 就會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CF4是負127.8度 但是CHF3是反而高過它的 換句話說 Molecular Size雖則是小一點 但是Borning Point竟然高一點 跟我們剛才前面提到的兩個例子 是一個相反方向發展的 如果你覺得這樣很奇怪的話 多多少少大家可能受到填鴨式教育影響 經常都打算用一個理論去解釋所有的題型 其實這種的想法是不正確的 大家在低方的時候 相信都見過類似的圖片 我們學Science的時候 不應該seed for一個的解釋 然後去解釋世間萬物的事情 我們應該是保持觀察 然後去做一些Hypothesis 而這個Hypothesis是需要透過實驗的數據 去做一個證明的 但這個證明其實就未必完全正確的 你看到下面有些時候寫 我們有機會是partially true的 對的話我們就一直原用 錯的話 不是說錯了 錯了我們就不用考慮了 但如果有些對錯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再一次去審視自己的Hypothesis 想想會不會有些exceptional case 其實我們是未想到的 而這件事情其實大家在My World 2裡面是有學到的 只不過就沒有那麼深入地拆解來去想這件事情 在哪裏呢 就是Grip6的Hypothesis 大家都知道 Molecular size越大的時候 Balling point就會越高 這件事情在H2S H2SE H2TE 就是說Down Grip6的時候 那些Hypothesis 是很清晰地觀察得到 但是我們會見到一個exceptional case就是Water 那我們看到這個Water的exceptional case 應不應該將Molecular size effect去否定呢 你現在當然覺得不應該 因為你已經知道了H2S 但是以前的人做science的時候 如果他想著否定了之前學過的東西的話 那就不會能夠開展到H2S這個概念了 因為他明白到 就是Molecular size的確越大舊的時候 Balling point會越高 只不過Water這個情況 它suspect裡面有一些新的interaction 從而才discover了H2S的存在 好了 我們將這個概念帶回去 我們解釋第一頁的時候想說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CHF3 其實這個size一定是小過CF4的 當然我們要解這個Balling point的時候 理應要解釋一下Molecular的形狀 下面其實就已經畫了這四個Molecular的形狀 大家都知道它們是Tetra-E做的 再對比一下形狀 再看它們的Bond polarity的時候 你應該會發現這個CHF3是Polar的Molecular 而這個CCL4是Non-Polar的 理論上 Polarity是會令到它在Vanderthal R4上面 帶來了一個優勢 不過Molecular size也會帶來優勢 一般而言的確Molecular size帶出來的優勢 是會相對較大的 所以你會看到CCL4的Balling point 就比起CHF3為之高 但這個優勢你不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絕對的 其實我們右手邊的兩個例子 就是最佳的示範 我們現在在這兩幅圖上面 做一點點補充 我們就不要把它當成一些 只是文字和線條的圖來看 我們去幻想一下 CCL其實是一個很大的Atom OK? 你會看到這個這麼大的Atom 多了一個之後整個Molecular的形狀 是很清晰地大了很多的 是嗎?兩者之間是對比 而H我就不特別畫了 因為它很小顆而已 我們再對比一下下面的兩個情況 Forene 是2.7剛才提及過的 尺寸當然就沒有這個Corene 沒有這個Corene那麼大 所以當它多了一個F的時候 那個Molecular的尺寸會不會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對比呢? 是不會的 它是有一個的增幅在這裡 即是下面這個東西的確因為Molecular size effect的關係 令到它的Ventular force強了 但你不要忘記 CHF3這東西其實它是Polar的 它的Polarity都一樣會令到Ventular force 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增幅 這個增幅是很誇張的 原因是因為什麼? Forene 是一個highly electronegative atom 這些Electron全部都在它身上 而H的電子亦都會在Carbon上 因為Carbon被三個Forene扯電子走 所以這個Molecular是非常Polar 簡單來說一句 Polarity帶給它的增幅 即是Ventular force強度的增幅是巨大的 而這個這麼巨大的增幅是outweight了 這個字眼 outweight的意思是我明白到 其實無論是Polarity的增幅還是Molecular size的增幅 都是存在的 只不過Polarity的增幅蓋過了Molecular size的增幅 所以這次反而是小塊一點的CHF3 會有一個較高的boding point 這件事情其實在A-Level裡面是會考到的 它是要你懂得用outweight這個字眼 去比較不同的Effect 怎樣帶來了這個boding point高低的差異 只不過在DSE裡面就簡化了 它就不需要你做個比較 如果在DSE裡面的話 你只需要說這個東西是Polar的 Ventular force強一點 所以boding point就會高一點 這樣這個概念就已經OK 是不需要你拿出Molecular size effect來做個對比 最後如果看到我的短片有幫助的話 記得like我的video 再share給朋友觀看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然後如果你不想收我任何短片的話 按這個鈴鐺就會非常緊張 當然最好就follow我的instagram帳 有時候有些gift away是在這個帳戶裡面宣佈的 而如果你想我細節地教你每一個細節的話 當然就可以去到我video的網站裡面看了 我video的網站裡面的video 全部都有三大特點的 第一就是我們可以無限重溫 重溫到你考DSE為止 第二whatsapp你可以不斷問我的問題 問不到你息為止 第三就是每個topic都會有assessment test make sure大家學到的技巧 全部都可以應用在考試related的題目上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